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大家都还好吗?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的是我们的这个投资理财奥义的第二堂课 也就是这所谓的基金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很就是不太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 那也可能不太清楚说到底要怎么靠基金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投资 那么今天我就准备了就是非常完整的这个内容 然后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基金投资到底是什么 那么你如果要做投资的话你需要注意的哪几个面向 好,那我们来往下看一下哦 OK,好,那我们在投资奥义的这个整个完整的单元里面 会跟大家介绍到四个不同的这个所谓的金融商品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昨天的影片有讲过活除定除或是数位账户的部分 没有看过的朋友呢欢迎回去点之前的这个影片来了解一下 今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就是所谓的基金的介绍 然后还有就是费用率的部分 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呢不会非常困难啦 因为大家一天到晚都在讲基金投资基金投资 所以你一定知道这是什么 只是说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有一些细节的部分 所以今天的话就是要特别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个 这个所谓的大家都可以做投资的这个商品 就是所谓的基金的部分 那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共同基金呢 好,那共同基金其实它还是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啦 然后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样子 好,这个共同基金的定义就是说 它是一种集合众人的资金来进行投资的工具 那么这些钱会交由专业的经理人来进行操盘 一起来承担风险分享利润 好,其实小钱最少就是3000台币就可以享有的这个大投资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金投资的这个定义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难解 那甚至宝可梦也可以当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投资投资人 让你们来这个看看我的成效怎么样 这很有趣 简单举个例子就是像之前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eToro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 就是在这个交易平台上面的交易户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基金的投资人 那么你的选股标的你投资出来的成效 就是全部的人一起来就是检视 那么你的能力好或不好 其实大家一看就知道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共同基金也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当然就不是随便每个人都可以当这个所谓的操盘手 而是有这个专业的团队或者是有专业的这个经理人 然后来进行这个大家的资金的管理 所以它基本上它的这个所谓的概念是非常好的 因为树叶有专攻嘛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钱交给专业的人来操作 那么它带给我们的就是市场的报酬 基本上它的概念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因为它是一个公司 或者它是一个法人在操作这个东西 所以它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费用的部分 但是我们在稍后还是会跟大家聊到这个部分 那我们先继续往下走 这个共同基金的话 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简单图表 就是集合众人的资金 然后呢来做投资 并且来共享这个整体的获利的模式 所以共同基金它的这个利益是非常良善的 而且我也觉得的确是有存在的必要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一天24小时在盯盘在做操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经营的获利的这个模式 我觉得是可行的 也是很建议大家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的话 你可能不需要先进场买股票 而是要先了解基金的操作 对你来说也许你的风险会比较低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谁可以买共同基金呢 所以共同基金是小朋友就可以买吗 还是说要大人 要怎么开户呢 在这边有跟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共同基金就是你跟我 我们大家就是成年人之后 其实都可以进行投资 那它有非常多不同的商品标的 不管是这个所谓的国标型基金 或者是债券型基金 或者是境内境外 有的不的 然后还有金砖四国 有的没的 非常多种不同的种类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 共同基金他们所发展出来 这个所谓的开支善业的成果 这样子 那你可以在哪些地方买到呢 你可以在银行的管道 你只要有开户 比如说我们的大户APP里面也可以买 然后RECHRAPP也可以买 一堆银行的APP里面都有在销售基金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些特别的基金代销款 比如说富兰克林 它可能也有自己的网页在卖 在贩售这样子 那当然还有一些网络平台上面也可以直接购买 比如说吉富通或者是聚合买基金 或者是中租投股 它以前叫先锋 先锋投股 那现在改名叫中租投股 其实也是可以这个进行下单交易的部分 那基本上基金的扣款金额大概都是3000左右 3000这个字你能不能觉得非常的熟悉 因为之前也有跟大家分析过 如果你每个月投资3000块 那么在10年之后 你了不起就是40几万 没有到50万 非常的少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是要投资共同基金的话 你的金额也不要低于5000块 甚至要再高一点到1万2万 这样子你的成效才会比较显著 所以这是提供的一个建议 因为毕竟小资族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 就是每个月掏出那么多钱来进行投资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但是基本上最低3000块就可以投资了 甚至有一些APP就还可以投满投资 比如说像Richard 它也有10块钱就可以投资 但我的心想是 天哪你这个10块钱投资 你到底是要投资这搞什么天荒地老 才有可能可以拿到好的绩效 因为你投资就是要赚钱嘛 对啊你每个月只投资10块钱 天哪你这样子到底会不会有效果 但我们就觉得没有效果 因为他甚至连那些费用亏扣 你根本就没赚钱了好不好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比较夸张的噱头 但是呢他可能也辅助我们 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是 因为钱赚的不多 然后钱少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想要靠一些小的方式 比较投资金额比较小的方式 然后来试试看就是这个试水文 所以我之前也有在文章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你要投资基金 但是你不知道哪一支基金的绩效好或不好 那你就可以考虑使用Richard的APP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同版投资数 你就可以直接先投一笔小的 比如说100 200 300 然后看它跑一两个月之后 如果成效好了 你再来到这些大的基金平台 比如说聚合买基金来进行投资 那么也许你的成效就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就是可以 这种所谓的见为之助的方式去做处理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措施这样子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这个投资基金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啊 就是大家一定很好奇啊 就是它有好处一定有坏处 那它的好处是哪些呢 我这边也简单做了几个整理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这个首先就是分散投资 因为如果你买的是股票 你买的是个股的部分 那么你自己本身的风险就会比较高 但是基金的特性就是说 它集结了众人的资金 然后投资某一个市场或是某一个区块 甚至是比如说某一个国家的投资 那么它这个部分的话 它就可以达到显著的分散风险的效果 因为它这个风险就是所有的投资人一起来做承担 对所以我觉得它的分散风险的这个成效是很不错的 那大家你也要去了解说 你自己买单一的个股 跟你买这个区域性的或者是所谓全市场的这种基金 那它中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财 就是在你的风险降低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的获利才有可能提高 就是这样 那第二个话就是 其实现在买基金真的手续非常的简便 因为你真的就是银行你有银行的户头 其实你基本上就是签署个同意书就可以直接买基金了 那当然不同的投入有不同的收费 那另外的话就是 现在刚刚提到的这聚合买基金啊 基附通啊 然后有中租投雇 其实在线上都可以直接开户 那这个开户的部分 它其实也是不需要这个所谓的拉连针 所以你不用担心 如果你想投资的话 业者就是都非常欢迎你把钱给他们 但是怎么可能还会挡你 所以你只要想开户 其实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它就有点类似是加入会员的这种感觉 加入会员之后 你要绑定你的银行扣款账户 就跟你买股票一样 那么确定之后 你就可以进行每个月的定期扣管 那定期扣管 它时间到 它就会从你的账户把钱扣走 这就好像是我之前介绍过这个 永丰银行它自己的iBram iBram的话 它也跟这个所谓的基金有点类似 但它就是自动帮你用人工智慧 帮你配好你的资产配置比例 那么它每个月也是固定时间到 就是从你的账户扣钱 扣完钱之后呢 就是直接投资到你自己的 当初所规划出来的这个标的里面去 所以像我自己的iBram 每个月都是固定扣3000 那现在扣四五个月也是一样 那它现在是前半年都是不收手续费的 所以我就觉得还可以试试看 那它如果接下来要收手续费 我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要终止之类的 所以大家就是还是可以去比较一下 就是投资基金也有这种所谓的只投资ETF的 或者是投资这个所谓的指定的交易市场之类的 这其实都还蛮蛮多元的 而且它有点类似 就觉得太多了 你是你要买的话 你其实真的是眼花燎亮 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挑选 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分散投资风险 然后标的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这个样子 那第三个这个优势的话 就是说节省你研究市场标的的时间 其实你只要锁定你自己本身 比如说你现在看好的是加密货币 或者是你现在看好的是比如说 Oil 原油类的类股 那你其实都可以投资类似的基金 这其实是可以节省你去研究 比如说你如果要买这个所谓的比特币 那比特币到底有哪些ETF联动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要投资哪一个公司 你其实都不用去做研究 甚至你就是只要投资这个基金 那他就是整个篮子的股票都给你了 所以这个是他的显著的三个特色 一个是分散投资风险 第二个是手续费减变 开户及格投资 第三个是节省你研究市场的时间 这是他的特性的部分 那我们讲完了优点 也要来聊聊就是 有没有什么缺点 投资基金其实还是有 这个显而易见的一些缺点的部分 那我当然不可能就只讲好处 他有好处一定有坏处 所有的投资商品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投资基金到底有什么缺点 第一个就是 他其实是会有一些基本的费用 这个基本费用的部分 我们稍后会解释 到底基金隐含了哪些成本 在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说资金他有就是保管安全 他可以帮你就是确保你的资金是安全无余的 但是他也有可能全部赔光光 比如说 其实你也实有所闻有一些就是 在今年度是明星商品的 但是明年可能刚好就被清算了 所以这其实是有点难以去预测说到底哪一个 基金的绩效是最好的 然后稍后我们等一下也会来就是看看就是 目前2020年就是到底有哪些基金的绩效是很好的 但是请大家不要就是 很简单就是不要看着后照进来开车 因为他现在的绩效指数并不代表他未来就一定会赚钱 只是提供一个参考给你 但是这个参考也有点是类似像华尔街上的随机漫步一样 也不见得是完全有参考价值或是没有参考价值 他就是随机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 你还是要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投资观点 你觉得接下来的市场会往哪个方向走 哪个地方是有赚头的 你还是要自己判断 所以你不能够说 因为现在很夯所有基金公司都在推荐这个档 你就去买 那你也很有可能就是会赔钱 好不好 这几率还蛮高的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有你自己的想法 看一些新闻时事 然后去做一些评断 然后最后就是有你自己的投资的想法 这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到底帮你操作的专业投资人 他的素质怎么样 这我们很难去知道 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从你的激进的公开说明书里面 去得到这些完整的整个团队的资料 所以这部分的话是 你把钱交给了所谓的专业人士来做投资 但是这些专业人士真的能够如期的交出 就是连你自己也很满意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投资的成绩单吗 因为我们很难去事先预知说这个人 这个基金投资人是个明星投资人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 也是困难度很高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你要把钱交给这个人的时候 你还是没有办法去确认说 他到底是不是就是一个 真的能够为你赚钱的家伙 这也很难讲 所以不论是基金你买哪一档基金 你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所以你还是必须要去思考清楚 就是大方向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就是 就是钱就交出去 然后就天天有命 就是这样子 来 再来的话我觉得大家最好奇的就是 你如果去买基金 你的投资报酬率是多少 之前有讲过就是 全世界的经济指数 这个所谓大盘往上走的 绩效大概是7到10% 那基金给你的绩效 如果有超过这个数字 那当然就代表很好啦 因为你就是赚的比其他还多嘛 那到底赚多 能够赚多还是能够赚少 这其实就是很难讲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tackQ StackQ它这个 基本上它这个平台 就是说它可能都会 持续的自动产生一些最新的 一些这个所谓的投资绩效 好那你也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这边的话 它这边有写到就是 全球型的最近 今年的话是2.67 但是你看还有各个不同的 有资产配置或新兴市场的部分 有一些大部分都是亏钱的状况 那我这边也刚好就是 登入它的网页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最近大家的这个 你到底要买股票的话 你要买基金的话呢 到底哪一个 哪一个产业类别 是可以让你赚很多钱的 那当然这东西就是 不要看后照镜开车 然后所以你就是参考一下 哇你看到这边有个亚洲科技 有没有这边 居然多少 哇今年赚了16% 像这种的话就看起来就真的很厉害 或者是刚刚上面属下的第二个 星星亚洲的6.2% 这个数字都非常的惊人 但是你必须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看到这些 非常诱人的绩效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涨得很高了 你现在如果再进去的话 你是不是就是买贵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反而 不应该要去买 因为你要去买那个投资成效比较差的 你这样才是低点满进 但是事实上你又不知道说 将来它到底会高还是会低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困难很困难的选择问题 就是说你已经有看到这个 好几个不同的这个产业类别 然后他们的绩效 其实在今年以来都非常的不错 但是你很难保你自己去选的基金 就会是一个这么明星 让你可以赚大钱的商品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跟你买股票一样 都是非常的困难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下一个明星产业类别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像这个StarQ 大家这个网页上面 其实都会有及时更新一些 各个不同类别的 这个产业类别的 这个所谓的基金 它的成效怎么样 其实这边都有 像这个什么生物科技与医药 有21% 所以你就会知道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生技业 尤其是产生这个所谓的疫苗的这些公司 或这些生技公司 你是会非常有非常高的投资意愿 因为它将来可能会赚大钱 所以可能在今年年初之前 人家就已经进场布局了 所以它现在就是后来的人一直把它对高 但你现在适不适合进场 我就觉得你可能要想一下 因为就是已经有点太贵了 所以我们不能够看着后照镜开车 但是这边的这些绩效 你就是可以参考一下说 到底目前的走势是怎么样 那你看了这些数字之后 你最后才能 你要产生你自己的想法 这样子你才不会随波逐流 因为你只要随波逐流 总是买目前最夯最新的 这些明星商品 那你绝对100%是买贵了 所以我觉得基金的这个所谓的判别 是需要智慧的 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好吗 所以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绩效非常的诱人 但是我吃得到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就是 今天的话呢 非常的有趣 就是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基金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然后也让大家就是有一个网页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基金的绩销 到底要怎么查询 好 也教大家就是一些简单的people 好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就到这边 好 简单 好 然后让你不会就是有太大的那个负担 就是我们的课程不要太困难 那么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我会在就是明天晚上10点呢 就是下一支基金part2的影片 来跟大家介绍说 基金到底有没有一些隐含的成本 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再就是去思考一下说 如果买基金的成本有这么这么这么多的话 那么你的收益 你的获利扣掉这些内扣费 或是基本的成本之后 你的投资所剩多少 好 所以这是我们就是 下一支影片要跟大家探讨的 就是基金的费用的部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你按赞留言分享 给你的亲友 也别忘了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面这边 然后小铃铛记得打开 每天晚上10点都有最新的投资理财 信用卡相关影片来跟你分享哦 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